国民妈妈林美秀今年再度用行动支持韩式吃饱三食活动 号召民众共享盛举 并将年礼中的富贵乳蹄花组合成猪脚面线 请韩式林奶奶享用 今年85岁的林奶奶现身早逝 独立抚养五个子女 与打零工的三儿子同住 孙子有精神上的问题 生活相当辛苦 林美秀献上猪脚面线 希望替林奶奶转运脱离目前困境 我们以前啊就是要过温的时候 都会吃好蜜蜜 因为给你当名嘛 是啊就很富贵 所以说蜜蜜 我给你穿好好吃给你吃蜜蜜 然后这包是最重要的 今年啊如果 今年我们都会送这个富贵乳蹄花 我们就吃虎脚也是跟我们过温 要给你有好的温气来 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个 我们现在刚要加热了 如果韩士们你们在外面 有拿到这包 对不对 你只要隔水加热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请阿嬷来尝看看好不好 阿嬷你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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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阿嬷很辛苦 他有五个小孩 然后现在呢三个儿子呢有回来跟他一起住 但是因为家里的状况很多 他的孙子身体上有些障碍 所以呢要去找头 然后又找不到工作 所以阿嬷很辛苦的 基本上都是靠阿嬷一个人 然后这样子赚钱赚钱 这样养活一家人 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有去过万华的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义 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在路上看到很多就是韩式们就在路边 那我就心里想他们也很想要有个家 但是因为他们有说不出来的苦衷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那我觉得我因为我们去跟他讲话 他会觉得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可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让他在 因为过年快到了 如果可以用这种方式让他有得到一种温暖的感觉 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 你来帮忙 如果你真的有那个心 但是因为有钱出钱我们有力出力嘛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来这边帮忙的话 没关系我们出点小钱 五百六百 你就可以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今年就爱心满满 其实我们在每年这个时间点 其实都会邀请一些 比较在社会上有一些知名度的人 帮我们做一些宣传 那其实美秀姐她其实一直来都很支持我们的服务 在过去几年不管我们是做我们的单亲妈妈的烤地瓜服务方案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平常常年的韩式服务方案 那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在邀请美秀姐来支持我们这个韩式吃饱三十活动的时候 她其实就也在那一场的记者会上她就有提到说 她其实过去她就有看过这些人的需要 但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们 但是知道我们有在做这个服务 所以她就来支持 那今年也跟她再提的时候 她就说她也非常支持我们 所以也希望在这个时间点也能够再站出来呼吁 就是为我们再帮忙做一次呼吁这样 韩式吃饱三十这个活动已经是第32年 最早一开始其实是我们创办人包了30个便当 去发给在地下道的街友 才慢慢演变成是用吃尾牙的形式 也就是我们用办桌的方式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一直到第31届就是我们去年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再让大家一起聚餐 所以我们只好用这样的改变形式 是用发送年礼的方式直接送到他们的手上 受疫情及选举年的因素影响 目前韩式吃饱三十送礼活动 募款进度不到两成 希望号召社会大众共享盛举 为韩式送上关怀 照顾弱势温饱 他们在哪里 我们就把东西送到哪里 基金会在平常也就有做夜房的服务 尤其像现在天冷 我们也会发送一些预寒的物资 或者是一些热食 希望说在街上他们也能够吃饱穿暖 希望说这群人不要被大家遗忘 也不要被大家所歧视 因为其实人生而平等 他们有他们的历史 有他们的过去 但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他们的未来 帮助他们现在拉他们一把 希望让他们还是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 让这个社会的美好持续下去 这是我们第三十三年的韩式吃饱三十活动 那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在筹备的一开始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当下其实是很不确定的 所以我们还是最终决定在明年的过年前夕 是用发送年礼的方式来做办理 那我们大概从十月份开始 就是这个活动开始对外做一些宣传 跟希望说可以得到社会大众的持续对我们的支持 那只是说到目前 其实今年的经济状况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在目前的募集状况 其实也是比较困难 到目前为止也只做到 也只达到两成 所以当然也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次活动的方式 就是可以告诉社会大众说明 我们这一整年的服务持续下去 那包含在这过年前最重要的一餐里头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韩式朋友 也能够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可以接受到社会大众给的温暖跟支持 我们今年的募集的分数大概是一万两千份 跟去年的服务的分量是差不多的 因为我们在 因为是用送礼到家的形式 所以我们在提供的方式上面 主要是提供给我们常年服务的个案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是希望一定要募满 因为要不然我们这个发送的过程也会比较困难 去年是有募到的 募不到继续募 因为可能就是 其实就现况来讲 我们在募集困难的过程里面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在包含我们的原有的一些预算 或者甚至是用我们的历年结余款 对 其实这个部分都会是影响到 我们一整年的整体的服务的状况 连续办理32年的韩式吃饱30 因疫情由半桌共餐 改为一一轻送年礼 基金会期盼各界用行动支持 帮助弱势过个好年 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向前 红包500驻韩式 年礼600过好年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